好,我们这个礼拜来讲生论型作文 课本称之为opinion essay 比较常见的是argument essay 就是你去伸张一件事情 你去主张一件事情 这种作文相较于我们之前写的那个解释型作文的差别在于 解释型作文是预设你的读者不大了解 他想要了解这是什么状况 生论型作文是假设你的读者不大了解 而且他的立场跟你相反 所以生论型作文的目标不是在提供资讯 而是要尽量去说服你的读者 看能不能把他拉到你这边 那实际上呢 通常跟你立场相反的人很难改变他的想法 所以大部分生论型作文其实是写给第三方看的 就是他 好,我的狗有点吵,你不要理我的狗 就是通常是说有人了解有一个有一个争论 也会有一个争议或是一个议题 然后但是还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 他就可以参考双方写的就是生论型文章 我已经关了两道门了,狗还叫是这样子 你等一下 好,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回来了 我了解大家对我的狗有兴趣 问题是我电脑前面只有一个USB插槽 现在被麦克风占据了 所以没办法插镜头给你们看狗 不好意思 浩宇,你还好吗? 好,我们回到刚刚在讲的东西 这个 所以通常其实是写给第三方看的 就是可以看两边的主张 然后可以去比较看说谁比较有道理 但是其实说到底 能够说服别人的通常不是理性的论点 通常是对于就是比如说认同感的诉求 或是就是动之以情 或是有时候就是让人觉得说 你这一方就是人比较厉害 所以应该比较相信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学习正确 正确 逻辑推论 因为如果你逻辑很烂的话 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有说服力了 所以我们这礼拜就是在讲这个深论行作文 写得好的话 这算是一种超能力 所以如果你们练成的话 请你们不要当希特勒二世 就是去就是说服大家跟着你当一个民粹 当个民粹也要当一个好的民粹 左派不要右派 好 所以因为深论行作文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所以其实作文的结构也比较严谨 我们上上礼拜讲 我们上上礼拜讲节制行作文的时候 只给几个大原则要留意 那那些原则依然算数 还是要了解你的读者读到某一个点 已经知道什么 还不知道什么 也要留意就是你的语气跟你的就是态度 就是有没有让读者觉得说 这是想继续读下去的一篇文章 诸如此类的都要注意 但是另外呢 上面就要再加一层这样的结构 好 这个一二三四不是第几段第几段 而是按顺序 有时候你可能会用到超过一段 有时候两个点可以塞到同一段 但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写下来 第一你要写一个引言 这个引言 要能够导引到 你待会儿要占据的立场 所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养猫还养狗 假如你是养猫的话 那你的就是第二点 那个议题就是猫还是狗 然后你要自己 你要明显的摆出你是支持猫的那方 好那接下来的几个论点 你就可能会提到猫的优点啊 狗的缺点啊什么的 假设你的主要论点是说 猫的作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 就是作息 就是你不用天天陪着它 不用找种玩具 把它就是带出去溜啊什么的 所以是一个符合现代人便利性 这样的立场的话 你的开场白 你的引言 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导引 你要用这样的context 这样的脉络 所以譬如说 现代人大家都很忙碌啊 然后都要去上课上班一整天 然后什么被老板压榨什么 回到家 就是想要看到有可爱的宠物照顾你啊 那这时候就会有人问说 到底应该养猫还是养狗呢 所以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的读者已经被你导引到 会想要支持猫的那一边 相反的 如果你是支持狗的那边的话 如果你的主要立场是说 狗会强迫你一定要去出去活动啊 所以就是天天坐办公室的人 就是养狗身体会比较健康啊什么的 那你的开场白 就要从那边下手 一样就是现代人天天很忙碌 大部分人都是天天 就是坐在客桌椅上 或者坐在办公椅上 然后忙一整天 回来就想跟宠物 就是放松休息疗愈一下 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就会想说 养猫还是养狗呢 然后你下面就开始讲说 就是需要就是多运动啊 身体比较健康什么的 这个时候读者已经有那个预设心理了 因为你引言已经导引这样的背景进来 所以在写引言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介绍 它已经开始偏向你自己支持的这一方了 这是第一点 好第二点 议题的部分刚刚讲了 你要明确讲出争议是什么 猫还是狗 中文还是英文 死刑还是就是终身软禁 然后你也要明确讲出你站在哪一边 有些同学会问说 老师不能说这边七层那边三层吗 那边就是八层这边两层的吗 不行三论型文章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反映你自己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 但是写出来就是要有说服力 所以说服力就是其中一环就是让读者觉得说你百分之百肯定 屹地不摇 非常有道理 所以接下来我们讲论点的时候 你每一个论点的结尾都在讲说是你对对方错 如果你想不到譬如说如果对方提出个论点你想不到怎么回应的话 你就你就忽略他你就不要把那个对方论点写进来 你所有提到的论点的结尾都必须是你自己是对的 可以把这种文章想成一个游戏 你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讲成自己是对的就对 好论点我下一条同一篇讲 结论 之前提过结论的写作技巧其实在这边是一样的 第一要做两件事 第一就是回顾这篇文章提到的几个重点 第二呢 之前有提示过你可以从你的立场刻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意思是说 假如全世界都听你的话 那你提到的那些好处全世界都可以分享到 你要刻画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来 那不一定真的要用全世界这三个字 或是the whole world这三个字 但是你要给人的感觉是说 你跟着这篇文章走呢 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类似这样子 好所以大结构讲到这边可以吗 有没有想问的 好你们知道我在录影 然后我录影会上传YouTube 所以到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你们在这边打屁 好那我们就继续讲吧 接下来重点就是论点怎么写 每一个应该是每一个论点制成一段 那每这个论点段落的结构长这个样子 我先讲一个大原则了 大原则其实是这样的 深论型文章的论点 其实是在写比较型作文 你是在比较跟你相反的那方 和你自己这一方 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就是自己比较好 所以每一段都是有就是这样的两半 先提反方再提你自己这一方 通常读者读到结论结尾最后面的时候 会觉得最后那个点比较有说服力 所以很少会有人把自己论点先讲出来 再讲对方 通常是先讲对方论点 再讲自己的论点 好那再讲对方或是自己论点的时候 这一部分在写的是一个因果关系的文章 我们看一下 第一点 你每一段开头就要讲说 你要讲的是什么点 所以比如说养猫生过养狗的话 第一点就是就是时间比较就是弹性比较配合 那你后面可能有别的点 譬如说清洁照顾比较方便 或是可能讲说猫比较什么静态温寻 不用去耗很多精力去陪他或什么之类的 或是不会去外面乱叫或什么的 这每一个点都制成一段 那你每一点就是一开始就讲说 你要讲的是这个东东 好然后你点出这一段的主题之后 你接下来要先提的是反方的说法 所以一样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这一段要写的是猫比较静态 然后好照顾的话 你开头就会写说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猫比较静态好照顾 那养狗的人会觉得说 狗很可爱啦 然后天天就是来巴着你啊 很有活力啊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真的是我们 现在的现代人这个能够应付的 的养宠物的形态吗 这个平常就是忙一整天回来都累贪了 哪有时间精力陪狗玩 这个时候就然后就转到第三点了 就讲到自己的论点 这个时候就应该这个养猫 因为猫呢它比较静态 你想跟它玩它又跟你玩 你不想玩呢你把它打发掉也可以 我不知道我没有养猫 我假设了 所以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那最后后面写的是那个原则跟价值 这篇我们在讲猫狗这篇文章 这个原则跟价值就是哪一个养猫还是养狗 哪一个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所以在最后 这一段的应该说每一段的最后面 你就要去讲说为什么以上讲的东西 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相较于对方会想讲的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阴险的 就是什么人则什么价值 虽然名称都叫做现代人的需求 但是你们的解释方式 正反两方的解释方式会完全不一样 刚刚一开始有提嘛 就是养猫的人 他们会觉得现代人的价值就是要放松 然后疗愈 然后养狗的人会觉得价值应该是要 就是要照顾自己健康 然后就是有一个积极的就是宠物陪伴给你一些精神支柱 就如此类 所以整个价值的诠释也会不一样 当然看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价值来 或是你会对这个价值做这样的诠释 养猫养狗不一定要用什么现代人需求这样的价值 你可以用别的价值啊 比如说宠物的意义 或是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什么猫喜欢吃鱼啊 然后又把它放出去后会抓老鼠抓鸟啊什么 就此类 你可以去想 什么狗的话 就是大便就是你要清理 不然污染环境或什么 你可以自己去想说 你想要用什么样的一套原则或价值去比较你的两方 好 所以论点是这个样子 有听懂吗 有想提问吗 没有好 接下来 我发现我忘记写一张投影片了 所以我们就实际看我写吧 第三就是要讲说 反方的论点 就是对方的论点 要怎么回应你才有效 最直接的就是人家讲错了 事实不是那样子 那你就可以搬出一些什么研究证据啊 或是用逻辑分析 或是用什么说故事生活观察的方式来 把对方博导说 其实不是你讲的那样 其实是另外一另外一个样子 好所以注意我刚刚讲的不只是证据包含逻辑 如果人家给你的一个状况 你用逻辑检释觉得好像不大合理 这也算是第一个层次 他提供的说法表面上就不合理 不应该采信 好那但是如果人家讲的东西是这样子没错的话怎么办 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回应 人家讲的虽然对但是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无关 所以假如我们刚刚讲猫狗 假如你是支持猫然后你的现代人的价值就是要放松疗愈 那人当人家讲说狗就是很积极活泼给你精神支柱 你就可以讲说是没错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在下班下课之后让你自己可以疗愈放松 所以是你是对的但是你讲的点无关 好如果人家讲的点 有关有关就是又对然后又关又有关怎么办 你还用这样的方式回应 他是有关的 但是他讲的东西相较之下那个重要性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譬如说 如果你说养猫疗愈是为了就是身心健康 然后就是就提说反方讲说养狗让你一定要去带他出去溜 然后这样也对你的身心健康比较好 你就可以讲说你讲的没错而且是相关的 但是你仔细想想那个状况 我到家已经累瘫了光是就是爬到我自己家门口然后到床上都有困难的 你还要叫我去去这个让狗带我去运动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你讲的虽然相关 但是相较于我现在这个状况呢 你讲的那个点比较不重要 就是为如果未来我还有精神的话 好OK我可以就是觉得说有精神的时候让狗带我去运动这样对 我现在没精神 我现在太累了累瘫了 所以你讲的东西相较之下比较不重要 好 如果人家讲的东西 既正确 又相关 又重要 怎么办 这个是要稍微动一下脑筋 公式是这样子 significant but 啊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你就要从 有形的论点 转化成无形的原则与价值 所以 我在想就是猫狗这个东东要怎么讲下去 好 呃 假设 呃 好OK所以刚刚就是我们继续那个什么运动身心健康这个论点 好 所以养猫的人说啊很累啊根本跑不动啊 然后养狗的人可能就会回说 呃 你每天都要上课上班你总不能等到周末的时候在运动吧 运动就是你每天要做才有效果啊 所以你我们知道你你动力不够所以我们就叫你养一只狗让他给你动力 所以他这个说法就有意义了是很significant的因为他有回应说这个太累不想运动 然后他的回应方式就是你越不运动你就会 越不健康你没有一个好的运动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要往上提一个层次 呃羊猫的人这边就可以说 哎你说的没错啊 这个确实应该是要 呃只要能够就是提出一点精力都应该去运动一下身心才会照顾但是我们退一步仔细想想为什么我现在健康状况这么差 是因为没有运动吗还是因为我天天上班上课被头上的那个老板的老师天天剥削 然后压榨的我完全没有精神力 才不会变成我回到家的时候没办法运动 你叫我就是这么累的时候还要天天运动 首先就是让我垮的更快 再来就是你等于是在延续资本主义跟教育体制这样子的剥削状况 因为如果 我累的垮台的话我就可以去住院几天然后或许可以抗议一下改变体制 可是如果我每天维持这个勉强运动的习惯然后我生活勉强过得下去的话那不就是说这一点我没办法去抗议吗 老板如果我跟老板说你看你这样剥削我我变得很不健康老板就可以说你每天没你都没运动吗 然后你就得说我也有运动一些了老板就说对啊所以你就不会死啊你就继续回去上班上课吧 所以确实没错每天运动比不运动健康但是你要想想大格局 你强迫我在这个状况下每天运动只会让体制越来越糟只会让我自己剥削越来越严重 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这个就很需要技巧了你要能够去设想说你牺牲的那个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第四点回应方式的 要注意的地方是 讲到后来 很容易让读者觉得你离题了 你就要很努力的 把这个 论点绕回来 扣回你原本在讲的东西 那我刚刚觉得例子当中 不完全离题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起点就是现代人的生活 啊然后一开始起点就是上班上课累一整天下来 比较需要养猫还是养狗能够提供的 这个宠物陪伴 所以那个什么资本主义跟教育体制的剥削那个点其实已经隐含在 我们当初的价值跟原则 乃至于就是 开头引言的那个 偏颇的脉络 已经隐含在里面了 所以就是你只要讲了这一点然后再去勾回那个东西 让读者回想说你这个就是你的起点 其实就 不是离题了嘛 他还是你在讲的东西 你只是把那个重要性提升出来了 人们以为在讲猫讲狗 其实讲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 很酷吧 好 所以基本上的生论行作文就是这样 那最后如果你有参考 其他资料 像书籍网络什么的话 请你在最后面也要写说你参考的哪些资料 让我知道你不是就是凭空想象或是 呃 呃免得我去抓你抄袭然后就是让你的作文零分这样子 所以引用什么其他资料记得写在最下面好讲完了有想问的东西吗 我知道就是讲话有点快了 所以如果你们 呃没听懂跟不上的话 我就知道上传YouTube你们再听一个YouTube可以放慢 呃所以这个你们这也是远距教学的意外的好处之一 你不会听完就不见了 老师自动帮你录音 好 那生论行作文就这样 下礼拜 要 我们要再做一次peer review 所以到时候 一样你没跟你们的主人稍微瞧一下 几号之前要交换作文 这次真的要交换了 上一次你们花了老半天时间都在阅读彼此的作文 你先看过一遍想好你觉得哪些地方写的有说服力哪些地方好像少了点什么 你们就准备一下然后我们下礼拜呢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呃 就是 这边 有分屏 就是频道这样子 所以我 这礼拜找个时间把大家分到就是你们的组别的频道里面 所以下礼拜 互评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直接 跳到你们自己的频道然后自己开个会自己讨论 啊 我会把自己也都加进去所以 就是时不时会从一个频道跳到另外一个频道 确定你们有在讨论没有就是聊歪楼这样子 呃那跟上礼拜一样啊就是 呃 呃有书面准备固然不错但是 尤其现在远距 呃书面文字有时候会让人 误解 或是混淆不知道在讲什么 如果能够就是我差点来说面对面不是面对面如果可以直接 跟人家讲一遍然后让人家有提问的机会 这样子沟通比较有效果 呃 下礼拜我想想看 好 OK那接下来我来开个我开个 点点点 点点 点名 好来点名吧 呃 等一下 OK,來點名吧,就 回到主畫面這邊,然後就點這個,然後就點送出,這就是點名,然後下面會 統計有幾個人送出,但是不會統計有誰點,OK,好,等一下,我抓一下那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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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應該是,下蛋,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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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知道不是那個,這個,啊哈 啊,是這個,我想起來了,呃,這個是我早上那一班的,不要管他,不是,這個是我早上那一班,不要管他,這個是我們自己辦,呃,好,所以,等一下喔,看到你名字就 就是有點到名,呃,看到你學號就是有點到名 這樣太快嗎?應該可以吧? 好,我覺得這些人都有點到名,非常好,呃,真正好的生論型文章不好找,呃,所以我特別去找了一個結構比較完整的,因為就是我剛剛講嘛,大部分生論型文章它的說服力隱含在 你動之以情啦,或是訴諸你個人偏見啦,或是甚至他寫的那個目標觀眾群是本來就倒向你這邊,所以它都不是真正的生論型文章 像我們課本也是,它不會去假設反方在講什麼,它只提出一堆理由,並沒有去管說讀者讀了這些理由到底有沒有用 如果你能夠去回應讀者跟你立場不一樣的地方,呃,那個效果才會震得出來 好,所以這篇文章是這樣子,這是一篇學術論文,這是一篇,呃,科學哲學的學術論文,呃,做研究的時候就是發表,呃,論文就是刊登在學術期刊上面,要先經過一道程序叫同才審查, peer review,就我們平常現在在做的,可是,呃,學術界同才審查比較嚴謹,理論上比較嚴謹,呃,就是同一篇論文會,呃,期刊主編會送給一到三位,呃,相同專業的學者 請他們匿名去檢查你的文章,提供意見,然後也順便決定說他覺得這篇文章該不該刊登在這個期刊上 好,這個是學術界論文審查,這是所謂的黃金標準,就是這是所謂的最高標準,問題是很多人其實私底下在抱怨說其實好像沒什麼用啊,就是爛論文還是很多啦,然後有些好論文就是,譬如說審查人可能覺得,呃,忌妒啊,或是想偷這個idea, 然後就把這篇論文擋下來,然後自己又寫一篇,就是,就很多奇怪的毛病啦,所以呢,這兩個科學哲學家他們就用,呃,統計的方式實際去,以及邏輯分析的方式,實際去檢查說,誒,有這樣的審查機制到底有沒有用,有沒有好處 好,那他的立場,其實,呃,他好像開頭,不是開頭,他的摘要就已經跟你講了啊,這邊 Peer review should be abolished,同在審查應該要取消 呃,不是說下禮拜你們不用來啦,這個是學術界的同在審查,跟我們做的比較不一樣,看的東西不一樣 好,所以他學的不應該有同在審查,呃,所以他,我剛剛講的所有的論點一定要支持自己,所以呢,他開頭介紹同在審查 接下來他講出他的立場,然後講說,呃,我們如何研究這件事情,然後為什麼得到這樣的結論 接下來他們就真的針對每一個論點去講,第三部分是所有支持他們自己這一方就是應該取消的這些論點 第四點,第四點是根據統計分析他們看不出,呃,同在審查可能有的優點,就是這一部分就是有跟沒有跟沒差的地方 呃,然後第五點這個不是支持同在互評的人的論點,這個是說如果他們真的要把取消同在互評付諸行動的話,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所以在整篇論文裡面,然後六結論就是什麼取消同在互評可以更美好,所以整篇論文下來並沒有,呃,說自己某一個論點沒道理的地方 好,所以我們就稍微看幾個 嗯,他們第一個去討論的論點就是可以分享研究成果,他們是科學哲學家,所以講的是分享科學研究成果 就說,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cademic science is that there is a norm of sharing one's findings with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翻證白華玩就是,呃,科學界很重視分享研究成果這一塊 呃,然後最近的幾項調查研究發現科學家仍然支持這樣的的價值跟想法 然後,呃,他們就拉回主題,那取消同在互評會影響這樣的分享的,呃,實際過程嗎?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去說要了解這問題的話,我們必須要了解說科學家為什麼想要分享自己研究成果 呃,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覺得因為有這樣的價值,所以應該符合這個價值,那取消同在互評不會改變這個價值,所以沒差 第二個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因為想要讓人知道這是自己寫的,自己得到的研究成果,所以特別想要分享出去 好,那針對這個第二點呢,如果取消同在互評的話,呃,科學家還是會想要盡量散播自己研究成果,因為要讓大家知道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但是唯一的缺,唯一的改變就是,呃,因為不用等審查的時間,所以他們可以更迅速的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呃,所以其實取消同在互評對這一點而言是有利的 然後下面就開始分析這件事情,第二個時間分配 呃,這個跟同在互評相關嘛,就是既然有人有人要評,代表說你身為學子,你也要去評別人的文章 所以這個就耗掉你的時間,呃,但是如果取消的話,學子就可以自己決定 他們要花多少時間去審查別人的研究,呃,有些人花的時間更少,有些人花的時間更多,有些人花的時間不會變 好,所以根據這三種人,他就去做分析 還是會花一樣時間審查論文的學者,取消同在互評,同在審查,對他沒差 呃,那但是會改變分配時間的那些學者呢,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 人們應該是,呃,最能夠決定自己時間應該如何分配的人 別人叫他怎麼分配,效率應該都會低於自己決定怎麼分配 好,那接下來就會有人覺得說,那可是誰會想要無償的幫人家審查論文呢? 都跟自己研究無關嘛,作者就回應這一點了 呃,因為科學,呃,研究一個很重要的誘因就是讓人知道這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呃,所以,呃,如果是可以自己選擇要不要審查別人的論文的話 等於是說,呃,希望人家花多少時間審查自己的論文 這是一個入與出的一個概念 就是如果你很重視審查的過程,你就會多審查 呃,因為大家,這個學者都希望有,呃,讓大家都知道這是自己研究成果 所以,呃,自己的文章會想要這個傳播出去 那如果自己想要讓別人知道的話,那你理論上回饋而言 就應該會想要去審查或是檢視別人的文章 有什麼事嗎? 好,這是別的事 呃,好,所以這篇文章就是講下來都是這樣的 那一點一點的去看,然後先講說現狀是什麼樣子 然後再講說,呃,如果取消同財互貧的話 要嘛,呃,為什麼情況不會變,要嘛為什麼情況變了但是沒關係 要嘛為什麼情況變得有關係但是那個變化沒有很重要 但是因為其他一些好處或是因為更高尚的價值所以還是應該取消同財互貧 然後他就一整篇論文寫下來都是這個這個結果 也就是說如果深論情文章你學會寫寫的OK的話 你也可以跑去寫哲學的論文了 好,反正這樣的事情你們等一下再處理好不好 OK,所以呃,要講的lecture講到這邊,我把那個錄影停下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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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